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安 来到8月30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早有中微证券研究部 执行董事王伟豪Ravi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安 阿姨 昨晚美股是个别发展的 道指可以在床甚高 但就是大家关注的NVIDIA 业绩之后就要挨沽 纳资所先升后跌 中概股指数是回升超过2% 8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待会看看港股表现如何 Ravi都会和我们分析一下 焦点港股的业绩 之后的大一部署 尤其是内银股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研难 都欢迎WhatsApp留言名 电话就是96133819 或者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股票问题 现在才提提上日美股表现 晶片股王NVIDIA业绩之后 未能消除投资者 对增长放慢的忧虑 但受惠于美国第二季 经济增长向上修订 道指高开之后最多升486点 高位建41577点 最终升幅收窄了 仍然创了即市和收市新高 道指收市升243点 标指曾经回升近1% 收市跌不及1% 报5591点 曼纳指一度升1.3% 收市转跌大约0.2% 报17516点 欧洲股市就全线向上 马美国GDP比起原先估计强劲 美汇指数重上101水平 美国十年期债息升至3.8% 水平 金价曾经升近1% 而中东局势未明朗 马纽纽一度升至3% 之后升幅收窄 资料未估 苹果升1.5% 亚马逊升0.8% Tesla收市升幅收窄到0.3% Google跌0.7% NVIDIA业势量例 投资者忧虑增长前景 股价跌超过6% 市值单日蒸发1,970亿美元 而上一级错的超微电脑反弹1% 英特2升2.7% 就是表现最强的道指成分股 中概股和其他ADR表现 马腾讯和美团 比本港收市跌0.4% 腾讯自算簿$376.07 美团自算簿$115.04 阿里巴巴微跌0.1% 網易跌大约1% 京东跌0.7% 百度轻微卡运 北风控股ADR自算簿$68.76 比本港收市价升0.7% 建行跌0.5% 而中概差股反弹 你想高过港股近5% 小鹏升大约4% 比亚迪就微升0.1% 今早上外围的市况 道指期货暂时靠昏$41,449.0 升10点 纳指期货回稳 至于亚太区股市方面 普遍向好 日经平均指数38,492点 升至130点 升幅0.3% 南韩股市升0.5% 澳纽股市南 升幅大约0.3%至0.4% 恒指黑暂时变度不算很大 先谈谈外围的市况 就问Rafi 怎样看 整体市况的 印度昨晚本身打算要过山车 NVIDIA 已经预告了 好像业绩之后也挺令人害怕 但初段其实是不错的 好像不是跌很多 但最终都跌了6% 但如果看回昨晚还有另一个关注 就是美国公布了GDP 向上修订了 如果你说大环境可以说 减息预期又正在来 但经济数据出道 现在又好像没有之前大家害怕的那麽差 是否都可以说 利好着整体美股 特别是传统股呢 反过来最近好像有些方技股 相对差点 又会不会说 未来是个别发展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你说这一转 说真的美股在整体指数 仍然是不差的 譬如道指更加是这些 新股 但如果说细致一点去看 其实有些资金在一个多星期之前 已经是有少少跟以前不同的 因为以前大家都知道 美股也是强的 但是资金追随很集中 在那7只踢股 所以Nesda也会很强 大股 但是这个凌晨星期是不同了 如果你看资金流分flow来算 其实流下去的科技股 反而是少了 反而是流走的 反而是流下去的 叫做 又不可以叫传统股 但是他们会叫做一些减息的受惠股 对 类似的减息的受惠股 因为现在开始吹减息了 所以你看到流下去的传统股 比如银行 那些地产股 中小型股 对 中小型股 对 这些都是受惠到减息的股份 所以有些分化局面 其实这一刻也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 譬如道指会这么强 但是反而以科技股为首的 纳资那7只 根本上是创造得很厉害 那些指数会较弱一点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更何况如果加上昨晚 始终被NVIDIA的业绩之后 你只是那一只坏 那基本上 纳资都不会强到去哪里 苹果也顶得很辛苦 对 其他都已经很努力地顶了 很明显了 顶不了多少 似乎NVIDIA是第2大 所以就更加形成差距更加明显 所以如果以短期的角度来计算 可能仍然是这样的一个架局 因为你要直到到9月中的议息会 虽然大家都知道一定是减息的 但是也是那句 就是减息多少 25还是50 虽然第一次应该说25是稳定的 但是你看到张生浩的说话 百威也说 其实有点伏笔 好像50也不是不想的 所以这种东西 我想短期也会令到资金 都是这样去追减这些所谓减息的受惠股 所以就不是说Tag股不升的 但是就像你说的 可能一时是这只 一时是那只 一时是那只 就是不同之前的 每天都是那七只 每天都上去的那种 就是会有几不同的情况 所以我想短期可能 就是减息那类型的股份 会比较强一些 但是反光科技类型的股份 除非接下来有多一些新的支持 但是如果你说短期没有什么新的炒的时间 我再加上刚刚的叶职NVIDIA 就是一些反复 我认为这些股份 可能走势 比较弱一些 那我们不如也跟进NVIDIA 因为到昨晚跌了60%之后 现在还能支持110美元 你自己一看 这次真的要去到哪个位 因为上次就去到90多美元 其实如果有骂到的人都会很开心 但是现在这次怎样呢 就是会去到之前的低位 还是你觉得有机会 不用说去到这么低呢 其实这个是挺难回答的问题 或者是挺难去估计 因为始终 其实说真的 你这份业绩是否真的差呢 其实就不是的 其实是很好 其实是很好 就是这份业绩 刚刚的业绩真的很好 因为它出来的所有数据 其实基本上是 比大家预期 也比上一次的指引 所以基本上是选择了所有东西 其实一定不是叫差 只不过你说 我想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个学生考开第一 或者考开满分的第一 他今次不是考开满分的第一 已经是觉得差了 因为想说一点 就是这份业绩是比预期好 但是对比过去几个季度 比预期的幅度 是比预期的幅度少了很多 因为之前平均来说 预期大概超过一成二 但是刚刚这一次是超过5%左右 就有一个差距 所以这个第一点 还是大家是叫做挑剔这件事 而第二 当然 其实昨日未开始 或者前晚盘后跌的主因就是 对指引 大家觉得就好像以我一样 不是说不行的 但是又不是太清晰 特别是Barrell那边 就说到虽然 有些阻振 也会有的 但是它说到几十亿 那究竟多少十亿呢 这也没有一个确实的数字 还有这些数字 是一些新增的订单 还是全量的订单 因为它也不是没试过 出新芯片 可能本身旧的会转去买新的 即是它又没有很明显地说 所以这些因素 我想有几样东西 令大家有一点 再加上股价 去到这么高 这也算是 所以全都借了 但是其实 昨晚也挺夸张的 不要说昨晚 连昨天早上也很夸张 即是未开市之前 即盘前 其实曾经是差不多不用跌 跌了2% 以为是这么紧 是的 不断推上来 即是前晚用了 整个百亿炸 昨天用了十亿 推上来的 这个盘前 这是一个挺奇怪的一件事 但是当然 开了盘后 其实也是很错的 即是初段就差不多 好像不是很小 跌了2-3% 一直都是 是去到尾段才跌回多一点 唯一可以说 就是从阴谋点来说 也挺股价的 特别股价的地方 就是杀了其权 因为前晚 我想很多人都会赌 即是可能一是大升一是大跌 但是因为 其实不是NVIDIA 只是每个股价都是 你之前买的选择 或者大家经常说 call and put down 其实是会 人收不覆借高了 嗯